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5月13號 星期一 這期給您帶來的新聞內容有 聯合國組織突然修改加沙罹難人數 美國以色列聯手圍剿哈馬斯 知情人士表示 反習的罪名比反共要嚴重 顯示習近平的執政陷入危機 美東華人社團聯合會登記為外國代理人 在美國司法部的監控範圍內 國際特色組織表示 中共打壓海外的留學生 危害自由交流 在開始節目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在這個喧囂的世界裡 乾淨世界影視平臺為您呈現一系列精彩的影視作品 每部作品都是經過精心的挑選 不僅展現了正面的精神力量 而且蘊含了豐富的傳統價值 可以讓您在放鬆觀賞的同時 也能獲得心靈上的啟迪 訂閱的套餐有多種選擇 像是標準訂閱的話 每個月只需要6.99美元 隨時可以享受高品質的觀影體驗 還有黃金訂閱 每個月是9.99美元 享有更多的專屬內容和特權 如果您使用希望之聲的專屬優惠碼 SOA至15 就可以立即享受15%的折扣 訂閱的鏈接歡迎查看置頂留言區的信息 加入乾淨世界影視平臺 與家人一起享受這個具有啟發性的娛樂新選擇 據福克斯新聞13日的報導 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 修改了有關7個月加沙戰爭當中 巴勒斯坦人傷亡人數的數據 把兒童和婦女人數減少了近一半 承認廣泛引用的哈馬斯數據並不可靠 這個調整就引發了外界對這些數據準確性的質疑 聯合國的這個組織承認 太過依賴哈馬斯控制的加沙衛生部的數據 在6日表示 在以哈戰爭喪生的婦女人數為9500人 兒童為14500名 兩天之後的8日 又把這個數字減少了近一半 婦女為4959名 兒童7797名 以色列對這個死亡人數存在著爭議 說1 3以上的死亡人數都是戰鬥人員 報導認為 這個數據被用來作為質疑以色列軍隊 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依據 並指責以色列政府犯下所謂的種族滅絕罪 或者至少是故意針對平民 對此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發言人哈克解釋說 這些數字統計是基於加沙衛生部的數據 駐加沙的聯合國小組無法獨立核實這些數字 出於這個原因 聯合國在使用的所有數據 都明確引用加沙衛生部作為來源 一名以色列官員表示 來自加沙的數字 以及聯合國機構的回應是哈馬斯操縱的 這些數字不準確 也沒有反映當地的現實 以色列仍在等待聯合國這個組織 承認戰爭初期 在一家醫院發生的導致 近100名平民死亡的事件 實際上是由加沙恐怖組織之一發射的 一枚錯誤的火箭所造成的 並承認哈馬斯使用了聯合國基礎設施 作為他們恐怖活動的一部分 保衛民主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兼研究主任 阿德‧斯尼克表示 聯合國機構一直表明 他們更願意相信來自哈馬斯控制來源的數字 而不是進行基本的禁止調查 西方記者們往往也是哈馬斯控制的消息來源 數據的最堅定的捍衛者 但是哈馬斯沒有他們統計的1萬多名死者的姓名 以色列外長卡茨在X平臺上發文寫道 任何依賴恐怖組織的虛假數據 來宣揚針對以色列的血腥誹謗的人 都是反猶太主義並支持恐怖主義的 古特雷斯應該辭職 西點軍校現代戰爭研究所城市戰研究主席斯賓塞表示 與所有其他的戰爭相比 以色列為了防止人員傷亡所採取的措施 具有歷史意義 以色列在減輕平民的傷害方面 設定了非常高的標準 他們採取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軍隊 在戰爭期間從未採取過的措施 例如給個人打電話和發信息 警告他們即將進行空襲 以及分享地圖和某些地區的軍事演習計畫 拜登在上週還威脅說 如果以色列決定對拉法發動全面的軍事進攻 他將停止向以色列運送部分的軍火 但是以色列堅持認為 這個行動對於消滅剩餘的哈馬斯 並結束戰爭至關重要 英國外交大臣卡梅倫對BBC表示 停止向以色列出口武器不是一條明智的道路 只會加強哈馬斯的實力 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則呼籲以色列 為了生存應該不惜一切代價結束戰爭 白宮在13日表示 加沙沒有發生種族滅絕 美國安全顧問沙利文表示 我們正在與以色列討論 如何把他們的軍事行動 與明確的戰略中局聯繫在一起 以色列國防軍在過去的24小時內 襲擊了加沙120多個恐怖目標 以色列國防軍部隊 正在加沙的三個地區開展行動 以軍對哈馬斯發動了有針對性的攻擊 在面對面的戰鬥當中 消滅了一些恐怖分子 找到並摧毀了武器和火箭發射器 還摧毀了恐怖分子的基礎設施 其中的一次空襲 還摧毀了一座軍事建築 一群哈馬斯恐怖分子聚集在這個建築內 內塔尼亞呼表示 我們將重建加沙周邊的定居點 並進行擴大 我們將增建定居點 我們不會允許10月7日發生的事情重演 另外 近日發生了 伊朗伊斯蘭政權的一名警察 辱罵一名在公共場合沒有遮蓋頭髮的婦女 人民表示已經受購了這個政權 而在境外呢 近日伊朗總統哈梅內伊的孫女 在美國被當地的伊朗人發現 他身穿著短裙裸露著大腿 也沒有戴頭巾 伊朗人對著他高喊 看看哈梅內伊的孫女穿著什麼 而我們的女兒 卻因為伊朗的頭巾被殺害 X帳號羅祥說 流美是生活 反美是工作 這世界總是那麼奇妙 反對美國最厲害的人 都把自己的家裡人送到美國 走線剛到美國不久的李心燕 第一次參加紐約大遊行 格外的激動 她看到新聞看點的主持人李沐陽 也在現場參加遊行時 忍不住流下了眼淚 她向希望之聲講述了 她走線來到美國的整個神奇的經歷 她說 在疫情期間就覺得沒有自由 非常恐怖 你不知道這個疫情什麼時候結束 而且你的各方面都得不到保障 就覺得每時每刻生活在恐懼當中 不安當中 是 到了美國來以後 你就會覺得非常自由 非常踏實 非常安全 疫情期間封共的時候呢 我通過翻牆 聽到了李沐陽老師的節目 然後對法輪功有了一些了解 然後李沐陽老師就在節目當中說 法輪大法好 真善人好 他就是說還有一個大陸的網友 在疫情期間就是說默念 這個九字真言給家裡面 然後他的親人就說病痛減輕了 然後我聽了以後 就這個事情就記在心裡面了 然後在疫情時候我染疫了 然後我也就用這種方法 因為就說買不到藥 然後我也就是默念九字真言 然後就是度過了這個發燒 發燒期 然後也身體也沒有太大的 就是沒有太大的反應 然後我決定離開中國 西方西方世界到處 每天都在打壓中國 我想對他們說這個不是事實 這完全就是說共產黨 編造的謊言 真的在國內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自己就是說 成天生活在謊言當中 而且就是成天被中共管制著 被中共給 就是說 控制著 我不想再受到共產黨的迫害 所以我決定離開中國 希望之聲的記者 還特意採訪了李沐陽先生 他表示 就是要把最真實的 原原本本的情況告訴給觀眾 人們會自己衡量判斷 他表示 其實在這個亂世當中 應該說 迷惑人的東西很多 關鍵一點 心裡邊得有一種善念 得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善 什麼是真正的好 什麼是真正的壞 一定要有這個判斷標準 那在中共的這個控制之下 判斷不了 因為他把真的假的 結合在一起灌輸給人們 你判斷不出來 怎麼辦 所以我想中國大陸的民眾 如果想了解真正的這個消息的話 一定要看 像我們這樣的自媒體 當然還有像海外的希望之聲 新唐人的大紀元 這些媒體 他們都是以講真相為目的的 很多媒體都是不盈利的 就是這些人們自發的 用自己掏自己的腰包 去做這樣的公益事業 所以我想大陸的民眾 如果想了解真相 就看這些媒體 其他的媒體你不要看了 看這些媒體 你什麼都知道 這就可以讓你有一個是非判斷的標準 習近平現在雖然看似大權獨攬 但是他的危機感似乎卻越來越大 旅居澳洲的自媒體人尹科透露 在中共當局來看 現在反習比反共的問題還要嚴重 而他因為在節目當中 把矛頭指向了習近平 所以成為了中共打擊的目標之一 據澳洲廣播公司13號發布的調查報道 去年逃到澳洲的中共前公安部政治保衛局警察 化名為埃里克的接受了採訪 他揭露了中共這個臭名昭著的安全部門的 內部的運作方式 以及如何追捕在海外的異見人士 據埃里克的披露 他在2018年的時候曾被要求 誘導在澳洲的尹科到東南亞去 以面對他進行抓捕 在2023年 澳洲聯邦警察在悉尼破獲了一起 針對澳洲居民尹科的中共特工活動 尹科被中共針對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一些視頻內容 直指習近平和他的女兒 尹科曾是浙江省平安銀行 杭州分行零售業務副行長的助理 目前定居在澳洲 尹科披露說 王小紅長全公安部職後 督辦了三個大案 一個是美國自由雕塑公園的 習近平雕像的案子 另外一個就是牛騰宇案 還有一個是關於他的案子 華人雕塑家陳維銘參與創作的 中共病毒雕塑 由半個習近平頭像 和半個骷髏頭的形象組合而成 全身都是紅色的 新冠毒株的樣子 這個雕塑是在2021年6月4日 在美國南加州自由雕塑公園落成 隨後在7月23日被人縱火焚毀 2022年6月5日 重新製作的雕塑落成 在2019年 10年20歲的牛騰宇 因為他所在的公司惡俗維基 公布了包括習近平女兒習明澤在內的 習家的個人資料 被中共重判了14年 並在審訊和關押期間受到了酷刑折磨 尹克說 現在是反習的罪名比反共大 有很多體制內的人都告訴我 你反對中國共產黨可以 但是反對習近平不行 你羞辱中國共產黨可以 但是羞辱習近平不行 而且中共當局多方要求他把所有羞辱習近平的 視頻內容拿掉 還要他以後不要再報習近平手下 蔡奇等高官的家屬的事 在今年初有消息源頭向大紀元爆料說 北京有專門護衛習近平形象的特別小組 前北京律師民鎮加拿大主席賴建平 早前對大紀元表示 國內外縫習辱習成風 現在習近平到了必須要靠強力機制 來保護他的形象的地步 說明他的執政遭遇了空前的危機 華裔學者李恆青則表示 現在中國大多數人都希望習近平下台 他們認為習下台之後 中國才有可能出現變化 他還提醒說 但是必須要認識到一點 共產黨也必須下台 沒有了共產黨 中國才會更好 根據美國司法部的文件顯示 美東華人社團聯合會 已經被註冊為外國代理人 意味著他已經被納入了 美國司法部的監控範圍 根據美國司法部外國代理人註冊官網顯示 美東華人社團聯合會的會長梁冠軍 在去年9月19日首次遞交了註冊文件 根據這份文件 美東華人社團聯合會 由外國委託人所擁有和控制 他的外國委託人是中華海外聯誼會 從2003年11月25日起 與他簽訂了合約或協議 外國代理人登記法要求所有在美國境內 從事政治活動的外國個人或組織 向美國司法部登記 公開他們與外國委託人之間的關係 以及受委託人支持的方式 需要每半年定期的 公布在美國的所有活動和財務狀況 美東華人社團聯合會在去年註冊時聲稱 受疫情的影響 自2020年中以來一直處於非運營狀態 美東華人社團聯合會已經解散 不再代表中華海外聯誼會提供服務 在今年4月1日提交更新報告時 又重複了上述的說辭 但是《人民日報》海外版3月8日的文章中 梁冠軍仍然是以中華海外聯誼會的副會長 美國美東華人社團聯合總會主席的身份 接受了採訪 美東華人社團聯合會作為中共的海外代理人 一直為中共服務 負責接待訪問美國的中共官員 會長梁冠軍還多次接受了中共黨魁的召見 對於那些受到中共壓迫的團體 例如香港 臺灣 西藏和法輪功人士等等 他們都是在以美國華人的身份 響應中共的海外鎮壓政策 操控華人社區的輿論 並通過威脅和利誘西方政界來打壓法輪功 和其他的持不同政見的人士 據了解 梁冠軍已經多年不在美國 但另一個親共僑領美國亞裔社團聯合總會主席 香港總商會主席陳善莊 在很多重要的活動當中扮演的角色 都顯示了他在親共的圈子內的地位 甚至在今年的3月份 陳善莊成為了全國政協第14屆海外列席代表 還回北京參加了全國政治協商大會 據《國家評論》雜誌5月10日的報導 在陳善莊今年3月回到中國之前 有兩名FBI的特工到他的辦公室 登門問話了兩個小時 在被FBI問話之後 陳善莊已經退出了公共活動 然而外國代理人註冊法 關注隱藏行為者 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他們 司法部將要求這些組織進行註冊 揭示背後代表外國形勢的組織 國際特赦組織在13日表示 中共正在打壓從事政治活動的 在海外留學的公民 根據法新社的報導 中共當局容不下任何的政治意義 經常利用精密的科技工具和恫嚇的手段 來打壓國內的示威者和維權人士 國際特赦組織發布報告說 中共政府打壓政治行動主義 正在以跨國鎮壓的形勢 漸漸的擴展到海外 這份報告當中引述了在8個歐洲 與北美洲國家留學的 幾十名學生的訪談內容 有海外的學生表示 他們在參加了紀念1989年天安門廣場 血腥鎮壓事件等國外的活動之後 中國的家人就受到了威脅 這些海外的學生的家人所受到的威脅包括 撤銷護照 讓他們失業 阻擋他們升遷和領取退休福利 甚至限制他們的人身自由 他們被禁止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發文 而且受到嚴格的監控 因為中共設有網路防火牆 所以往往這類的聊天軟件 是他們和家人聯繫的唯一方式 一名學生透露說 警方把他和家人的微信對話記錄 拿給了他父母看 學生們指出 他們在課堂上和社交的互動上 會主動的自我審查 但是無孔不入的被監視感 導致他們出現心理問題 從壓力 瘡傷 到妄想 甚至是抑鬱都有 中共當局一直否認打壓海外的公民的說法 美國研究組織自由之家去年公布的報告發現 從2014年以來 中共需要為數以百件的跨國鎮壓案例負責 包括企圖施壓其他國家政府 強制遣返維吾爾人 國際特赦組織表示 中共當局打壓海外的學生 在西歐和北美的大學校園內製造恐怖的氛圍 對學生的人權造成了負面影響 中共跨國鎮壓的影響 對學術自由核心的思想自由交流 構成了嚴重威脅 以上就是這期的每日頭條了 如果您喜歡今天節目的話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讚 訂閱 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明天節目再見 感謝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